很大的影響 右邊方向 傳越了安打 但是這必須要趕快跑 哇 你有沒有在輕放看過九傳三啊 最不好去判決 判斷 哇 這球在高的位置點 哇 直接接殺 要傳向一壘 完成雙殺 變化球來了 打成了內野的滾地球 三壘手拒潛以後接到傳向一壘 這一次沒有問題 抓到出局數 拉回來三壘方向滾地球 三壘手接得很漂亮 起身對角傳一壘 點 點下去 三壘手郭志遠 接到之後傳一壘 哎呀 結果這邊傳偏了 一壘上的跑者 現在繞過二壘要上三壘 這是一個傳球的失誤 一壘上跑者跑了 黃伯源揮空 投手卡鬥下來 現在變成一二壘之間的一個夾殺 一壘手接到之後 再跑下去 傳本壘 哇 結果這邊傳偏了 三壘上的跑者回到本壘攻下分數 而且二壘上的跑者現在要上三壘 這邊台南是非常 這邊台南是非常 再為這一棒 打成了三壘方向滾地球 蔡承恩接到之後對角傳一壘也沒有問題 刺殺了打者 突然說一開始有點太平了 對 好 蔡宏宇這個球砍成了三壘方向高彈跳 哇傳 打者 拉到左半邊 左外野手 蔡凱薇 跑到了定位 把這個飛球給接殺 一出局 點 點下去 三壘方向 三壘手 潘怡婷接到之後 傳一壘 結果傳偏了 跑者 前衛跑者是三壘 成功的犧牲 回空 一壘上跑者起跑 傳過去 沒有能夠攔到 三壘上跑者停在三壘上 因為一三壘有人的發動倒壘 所以不是 現在再換代打 晚上背號三號的吳東嶺 二壘上跑者倒上三壘 快腳球 這是一個好球 但是這球傳向二壘 少了一點感覺 對啊 這球出棒 三壘手接到以後 自裁壘包 打三壘方向三壘手 攔下來以後 對腳長傳一壘刺殺出局 你現在要想辦法好好的掌握住 出棒打到反方向三壘手 往前移動以後接到 逼退了二壘上的跑者 再傳向一壘刺殺出局 都在注意楊宇這壘投手 出棒打成了一個小肥球 有機會要來守備 接殺出局 那就比較不理想 要建議一球死 室內的波爆走廊 其實相對的還稍微溫暖一點點 所以昨天其實我們 先看一下場上這球打到反方向 落點形成安打 這個落點非常巧妙 這是台東線今天打出的第二支安打 是 那在國外的球場其實 球場比較多功能啦 各種運動都會使用到 先看一下場上最後是選擇傳二壘封殺 結束了四局下班 雲林線隊的進攻在沒錯 尤其失去重心 其實你一般來說 失去重心的情況下 手下去撐 都還有可能造成受傷 這球點下去以後 投手要找 選擇傳向一壘 已經來不及了 點成內的安打 而且三壘上這一分 回到本壘得分 扶手剛剛先跑出來了喔 所以